欢迎来到Emily房地产频道 我从事房地产27年 然后在这个27年里面 我培训了超过几千位成功的房地产经济 最近呢 进了一批新的比较成熟一些的房地产 然后呢 他们有很多线路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就是只是可以当着一个postman 将那个房地产交给那个leader 然后很多leader就觉得要重新开始去培训这一班人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呢 我做的这个视频呢 是要帮助你 假如你想要进来这一个million dollar的房地产资源 或者是你有很多房地产的owner 可以把物质交给你 帮他出租或者是卖的话 然后呢 这个poverty的视频呢 你这样不可以说过 因为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告诉你 如何可以用几个step的方式 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房地产来帮那些物主去做销售 来 让我带你看一下 我接下来跟我的新的成员分享的一些方式 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入门的方法 给一些新手 所以基本上 我给你看一下 其实是 当你拿到这个poverty的时候 其实是要做什么东西 其实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因为那个information 你一定要拿起了先 所以我现在给你看一个公司 他们第一个步骤 他们拿了poverty之后 他们一定会上网 去把这个poverty放上去卖的 OK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就是你要有一个网站 OK 所以好像这一个agent 我们的top sales one of the top sales in company 还有414个property在border里面 414啊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每一个 他有一些 好像这一个是 二点多个million 这个是96千要租 这个是十多千 OK 我们进去看他的其中一个property 要卖的啦 OK 所以你看 每一个要卖的property 就是你一定要跟owner拿到这些这样子的information 比如我讲star residency啊 嗯 来我们现在进去看这一个 嗯 这个的时候你看啊 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到这个property的这些information 因为这个是你要去 去能够去advertise的时候你要用到的东西 嗯嗯嗯嗯 比如第一个东西就是 你要知道这个property是 他的有没有furnishing 嗯嗯嗯 他是freehold list hold 你其实你进去website 你就可以看这个property 看这个东西啦 嗯嗯嗯 然后他的description这个property你就进去把这些全部的东西 嗯嗯 把这些全部的东西 unit description size layout 嗯嗯嗯嗯 嗯嗯 freehold list hold 要卖多少钱 嗯嗯 有没有furnish 嗯嗯 有什么facility 这些这样子的东西 全部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有的 嗯嗯嗯嗯嗯 因为如果这个这样简单的东西你没有的话 google就不知道要什么了吗 嗯嗯嗯 所以我把这个listing share给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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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其实很简单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有一些这样子的information 因为你拿到property没有用了然后property我们要能够market出去嘛 是是是是所以我们就是不懂在这一方面的 这一些是最基本的东西啦 嗯嗯 ok so你首先你要拿到这一个这样的东西 ok ok 这个是step one 嗯嗯 是不管你做地也好做什么都好你还是要拿到基本的东西 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有了这一些property是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有清楚他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嗯嗯就像你卖精油这样子你也知道精油里面有分很多种不同的精油吗对不对 嗯嗯它的功效是哪里吗 ok ok 同样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咯然后之后你要有一个website你要sign up一个website去把这些东西全部 上放上去上网拿去market它 嗯嗯 进去看land for sale 你看人家的land for sale的时候人家是放什么东西勒你进去看 嗯嗯 这一些information就是land的那一些information咯就是 嗯嗯嗯 诶这么这个是condu 诶这么这个是condu 你看这个是land啦你看啊它的land就是很简单啦 它只是有放那个啊 啊 复好钱 这样子罢了 嗯 嗯嗯 ok ok 你看你看啊现在你有看得到我的这个land吗 这个land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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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land 你要把你要拍这些照片 然后你要放它多少个acre 多少钱 看到没有 嗯嗯嗯 你就跟着这个information 你就可以我们才可以market啦 你明白吗 因为你只是跟我讲你在country hike 有一片地然后你在尼赖有一片地 然后你在尼赖有一片地 它里面是圆是扁我们不知道吗 ok ok 啊但是如果你有这一些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诶我就很清楚哦 这一个东西是多少这样子了 嗯嗯 但是你又不要你又不要把那些 它的它的那个肠啊里面的肠啊里面的肠啊里面的那个肺全部画出来你知道吗 ok ok 啊你只是画了表面就好了 嗯嗯 啊这样子 ok 所以有了这一个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是最基本我们要做的东西咯 嗯嗯 嗯 这样我整理一下咯这些东西咯 啊你要整理到完这些这样子的东西 ok然后我再给你多一个sample 那 ok ok我给你多一个sample 这个sample很有用的 这个sample我用这个sample的话 我现在close了大概整十个property了 好 在很短的时间嘛 ok 等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懒人包来的懒人包 这个是一个懒人包来的懒人包 就是给我这一些比较懒的人啊 有一点小托评一个人做的 我干嘛呢全部是大姐 大姐 结果 我干嘛做 我是懒人包来的 ok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就是liverage on有一个公司叫做 insta home 他是专做property 把property变成 他帮我们租啊 他帮我们拍video拍很多不同的东西啦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因为我跟你一样 跟大姐一样就是我们有的是network 有很多 有很多 屋组 有很多property 组不出去 对不对 嗯嗯 组不出去嘛 这样子的话 我就有这一个这一些人哦 他们就是他们没有property 他们有顾客 嗯 他们有一个portal可以帮我 刚才好像the age这样子 他帮我放上去 嗯 他去找顾客来跟我co-brook 因为他不会close 嗯 而我是会close 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跑嘛 对不对 嗯嗯嗯 ok 所以他就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看啊 我11月才开始啊 11月啊 11月23号我给他property 嗯 才开始给他 我到到 嗯 二月 尾的话我给了他30多个property 嗯 然后呢我这一边呢 我就是把那个property在哪里 area在哪里我写出来 嗯 property的名字叫什么 我放出来 嗯 然后unit 在他的unit number是什么 嗯 什么地址 嗯 然后要租多少钱 嗯嗯 Ok minimum可以租到多少 owner可以接受多少钱 maximum多少钱 嗯 然后那个boner的deposit要多多多多多多多久 有些是三个月的嘛 对不对 有些是两个月的嘛 嗯嗯 然后呢水电的那个utility是多少 你看到没有 嗯嗯 然后他的那一个 嗯 你丢一个property出来是这些东西是你完全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 啊 这些东西是一定要有的你看啊 ok ok 有缘 因为我有了这些东西就是我扩了几间是从他们给我顾客 我只是搞点不足罢了 嗯嗯 啊 所以我每一个property我都是做同样的东西 我就是有这个Excel sheet里面 我有 因为我这个Excel sheet format啦 我填咯 啊 我可以给你这一个 sample 然后你把它放在里面 对 对 ok 这样暂时我这边就是了解一下 然后看看有什么合作配合的 ok ok 那其他的产业的一步一步来了 先把这三个先处理了 然后如果说你们有那个 REN的 training 给我知道我有时间 我就进去转一下 我们其实每一个星期一都是会有一些 sharing about 那些property 怎么样子的 ok 还有什么吗 没有暂时是这样的 因为我要做这些基本的 开个头 有一个基本要怎么样做 因为不然也是天天陷阱也没有去做 就读了 没有去做 然后怎么样而已 ok 那个地如果人家要找的 就好像那个Korea Company要找的 要怎么样 ok 那个我给你一个template 等下 ok 你给我你的email一下 有愿你先给我 先这个list给你 你跟着这个方就不可以了 ok ok 你讲你要找是不是 找什么 你讲你要找那一个 人家要logistic的对不对 啊 那个地他要clangberry ok 啊 他们有找很多 shoplot也有要开的outlet之前 我在问他们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他是负责他的property department的嘛 呃 我给你一个template 嗯 看啊 这个是client's one嘛 如果那个顾客要买shop的话 首先你要知道location在哪里 嗯 他的business是做什么的 他budget他的那个size多少 就是楼上楼下 然后如果他要是呃 买condo的话 自己用的location在哪里 ok 然后呃 budget是多少钱 size是多大 现在你的那一个是要找那一个啊 啊 他要呃 这个是brand的啦 他要他要租factory with extra land area location在哪里 嗯 purpose要做什么东西的你要写 嗯 他要like 呃 medium或者是heavy industry budget多了钱 嗯 what type 什么样子的东西 build up多少 嗯 ok so basically 这个template我给你 ok 你你你你跟着这个东西就可以了的 嗯 因为很多人哦 他们每天找东西哦 人家跟他讲东西的时候 他没有问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一个人 有一个东西出来 诶 那个人要找这个东西 大楼 我会寄运的对不对 啊 啊 所以他其实是有系统的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做到这样 这样容易 有一些人做到这样难 是因为 你要把那个系统建立上来 ok 这个整个东西给你 嗯 你跟着这个东西去做就对了 ok ok 啊 就这样子罢了 ok ok 所以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吗 有啦 我又有不知道 人家给我我就丢给大姐 然后就不了了 然后又聊天又再来 啊 我的东西是很系统化的 嗯 是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做过 人家要怎么样就是做postman罢了 因为可能我们没有真正去做 一个poperty agent的东西 只是一个 要这样 这样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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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